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听到欧阳的话 张凡和方言互相对视一眼 之前方言立刻赞同点头了 欧阳老头也没什么犹豫的 直接便拿出电话来 拨通了一个号码 他一直干这行 所以在这方面的人脉是非常的广的 算得上是在名单之外 遇到这样的事 有很多的人都会直接找到他的身上 欧阳老头的电话很快便被接通了 他直接便问 喂 昨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案子 有人接了吗 欧阳先生 案子已经被别人给接了 怎么 您对那个案子有兴趣 我有个朋友想接 既然已经被别人接了 那就算了 你忙吧 欧阳先生 您稍等 我们这边还有个别的案子 不知道您那位朋友有没有兴趣啊 一听这话 欧阳看了眼方言 方言点了点头 哦 说吧 是个什么案子呀 这个案子发生在平山市北城郊的一个叫做王阁寨的一个村子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也不是农忙的时间 村里面条件不错的都不会出去使柴火了 但是出事的这家人呢 条件不是很好 家里面有个大学生还没有毕业 而且老婆还得了重病 瘫痪在床 需要人照顾 连累这个男人呢 就不能出门打工了 而且这人也没什么别的本事 只能靠种地 所以家庭条件比较贫苦 大冬天的为了省点没钱 只能出去使柴火 半个月前呢 这家男主人在使柴火的过程里 晕倒在了地上 如果不是被村里面的其他人发现啊 这男的很可能就要冻死了 咱们先把那男人送到了医院 经过医院的一检查 说是因为冷而导致的昏厥 也没什么大事 医院的意思呢 是让住院观察两天 这家本来就穷 每多在医院里面待一天 都得多花一天的钱 村长也是为了照顾他们家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好心地散自做主 让这男的出了院了 可到家两天以后 这男的一直没有苏醒的迹象 这男的老婆和他儿子都着了急了 又跑去找村长 村长只能再次把这男的送到了医院 医院再次又为那男的做了一遍检查 可是从检查结果来看 这男的身体除了有些虚欲 还是没什么问题 这让村长和一家人 都是十分的疑惑 随着时间推移 这男人的脸色是越来越差 脸变得越来越黑 再加上那男的石柴火的地里面 有不少的坟头 所以 村长就猜测 这男的很可能是招了血水 所以 也就没在医院继续待了 直接把那男人拉回了家 这男的家里面本来也没什么钱 才这样这么一住院 几乎花光了积蓄 在村长的发动下 村里人凑了五百块钱出来 村长拿着五百块钱 就找到了我这儿 说是让我帮忙请个大师 但是你也知道 像你们这样的人做自法事的价格很高 三千起步 这五百块钱 你们也肯定不会放在烟里 所以这半个月 我就找了好多个人 嘴皮子都磨破了 但人家都不愿意帮忙 先牵手 欧阳大师 要不 你让您那位朋友 勉为其难地过来一趟 说到这里 不等欧阳回答 那男子又继续说道 欧阳大师 这家人的确是不容易啊 这男的如果死了 家里面上学的儿子 就要被耽误 要不 您就可怜可怜他们吧 张凡和方言 把两人对话听得很清楚 方言不等欧阳询问他 便直接开口道 答应吧 明天我去 听到方言的话 欧阳老头一正 而后 把目光投向了方言 那眼神里 带着一抹赞许 有人说 做坏事会上瘾 但对于方言来说 做好事 也会上瘾 我那个朋友答应了 明天早晨就会过去 你一会儿把那家人的具体地址 发到我的手机上 哎 哎 好的 听到欧阳的话 话筒对面的中间男子 鸡猫应了两声 从他的声音里不难听出来 他也挺高兴的 那 您提我多谢那位大师 挂断电话以后 我就把他们家的地址 发到您的手机上 呵呵呵 好人有好报 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那 听你这意思 你也挺想帮他们的 那 你的中间费 应该就不收了吧 欧阳大师啊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我怎么可能挣这个钱呢 好 那就这样 我们还吃饭呢 您几位先吃 那我就不打扰了 最后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欧阳老头刚刚坐下 对方便把地址发了过来 欧阳直接把手机 递在方言的面前 让方言记下了地址 随后 三个人便又吃起饭了 不过接下来 几人都是闲谈 也没说什么重要的事 这顿饭 一直知道晚上十一点 吃过了晚饭 张凡和方言也没回 直接便在 欧阳老头家里面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三人醒过来 围坐在一楼的餐厅里面喝粥 方言望向张凡询问 张先生 我想把咱们的车开走 您能打车回吗 不用了 我跟你一起过去 我觉得这案子不大 我自己应该可以解决 您还是别麻烦了 怎么 怕我给您抢的五百块钱呢 不是不是不是 跟你开玩笑呢 我就是想去溜达一下 反正回家也没什么意思嘛 好 那咱们一起 方言痛快地答应了 听到这话 张凡笑着点头 下意识 在方言的脸上 扫看了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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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